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这些信徒都面对这个使命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 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宣教的大使命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有很少的教会跟机构 在取得了成功以后 仍然保持一颗可慕的心 仍然对上帝的意向和上帝的使命 有敏感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多年 享受了许多的恩福以后 我们就慢慢的逝去了一种的渴望 以前我们渴望不要错失了 上帝下一个带领 另一步的指引 但是我们现在却是渴望 能够为自己得到更多的祝福 而没有听到 在教堂外边 许多灵魂的呼声 而你还有这种渴望吗 是什么心智拦阻了耶路撒冷教会 使他们丧失了原初的那种荣耀 我们看见 石头形状让我们明白了 他们有一种的心态 使到这个教会 十到十二年之久 就让他们不能够顺服上帝 第一 他们有犹太教的心态 进了教会 带人教会 但是有他个人的律法主义 严格遵守传统摩西的律法 外在的礼仪的心态 第二 住所原地的心态 喜欢长期的留在原地 享受熟悉的各种的环境 不愿意离开自己安乐的地方 第三 分门别类的心态 如同彼得到外邦哪里 已经看见了上帝的工作 但是他还在那边游移 仍然要分别洁净和不洁净 第四 骄傲的心态 因为我们是那第一个教会 我们是圣灵降临无损节 开始的教会 我们是上帝拣选的教会 结果 我们以这地义为勇 以地义为骄傲 而没有以上帝的使命 作为我们的前提 各位同工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还有顺服的心吗 我们还有可慕的灵吗 我们还有人愿意对主说 主 你可以带我到任何地方去 只要你与我同行 只要你与我同在 我们还愿不愿意这样祷告说 上帝你可以把任何的担子 加在我的身上 只要你给我力量 我们还有没有这种追求 对主说 主 你可以确断 我与世界的任何的关系 只要你将我紧紧连结在一起 走进撒玛利亚迈向地极 其目观看 庄家已经发白了 我在神学院里面侍奉 23年 在同一间神学院做院长 做20年 这20年的里边 我们把一个资源不多的神学院 翻转成为一个 以普世宣教 夸文化使命 为客信的神学院 因为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在极穷之间 还愿意学习分享 结果在分享之中 经历了上帝的丰富 我很年轻就做基督徒 很年轻就出来侍奉 一定要补充一句 我现在也不老 我18岁那年信主耶稣以后 我内心很渴慕 就是渴慕 愿意明白上帝的话 渴慕愿意被圣灵充满 渴慕祷告 每天跪在上帝面前 祷告两个钟头 出去就是传福音 街上每一个人 我看到的都不放过 而年轻的时候就觉知 要顺服主的心意 有一个晚上 而那个时候呢 我人长得挺瘦的 因为很穷 吃的饭也不多 所以我发胖 是进了神学院以后 因为神学院的饭 是任你吃的 我喜欢穿一个 白色的圆领的T恤 然后呢 半长短的裤子 中克色的 我现在还有一件 这样的裤子 为了要缅怀当时 然后呢 穿着一双 日本拖鞋 人字型的 我不梳头发 头发破下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比较像送上节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 我传了福音 踩着单车 之后呢 经过一个地方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联合聚会 是我在的那个城市 有史以来 华人教会 最大的联合的聚会 是海外的一个神学院 院长带着一群的毕业生 那么来举行一个献身之业 要呼召许多人 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来侍奉主 那我就想 我参加这个聚会吧 我把单车放好了以后 我就进去 很多人 我在后边角落呢 就坐了下来 我一坐下来的时候 神学生在台上献诗 那个诗词很简单 很熟悉 重复的唱 庄家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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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内心里面马上回应说 是的 已经熟了 诗班在唱 可以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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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内心的回应就说 赶快收吧 诗班在唱 我要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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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拆啊 然后诗班说 但是我要拆钱谁呢 那个时候圣灵就对我说话 圣灵对我说 如果你不愿意出来 你没有权利叫别人出来 如果你不愿意顺服 我怎么能够要别人也顺服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把自己生命完全献上 就在诗班献诗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中有音乐诗歌服饰的 你的诗歌好好唱 圣灵会工作的 然后院长就出来讲道 他讲了一篇很精彩的道 然后他就呼召 他说今天我们这么多人 有谁愿意把生命献给主 一生被他使用 他一讲完 后面那一个穿百色园领 第一次看起来像松山姐的就举手 他说有了 有一个年轻人举手了 感谢主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谁 他重复不断的 延长他的呼召 但是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手 这个讲员他很失望 他说你们说这个是槟城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 但是当我问谁愿意出来侍奉主的时候 竟然只有一位 原本我是盼望 有很多人都愿意回应 举了手就站起来 站起来以后都走到前面来 我要为他们祷告 然后这个讲员接下来这么说 他竟然这么说 他说年轻人 现在只是你一个人 你就不必出来啦 他一讲完这句话 我从后面站起来 跑到他的前面来站坐 圆领摆设地生 磅层短的裤子 日本脱鞋 两脚一张 就在那个晚上 我做了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觉知 我对主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我的生命是你的 你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生命 或生或死都没关系 你要我留在马来西亚 我就留在马来西亚 你要我走 不论去哪里 我都愿意走 那几十年以后 我还留在马来西亚这个城市 但是当上帝要我走的时候 我走 不是旅游 是去最最艰难的地方 来见证基督的荣耀 来看上帝的荣耀 来听灵魂的哭泣 在地域的边缘 抢救那些将要永远沉沦的人 上帝带领我一步一脚印 去超过七十个国家 向超过一百个不同的民族 见证上帝他的荣耀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上帝要你去 你愿意去吗 上帝愿意万人得救 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在外面等待救恩的 不止万人 不止一百个万人 乃是多过十万 二十万个万人 不只是黄皮肤的 有其他辐射的 不只是一个文化 有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文化 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全地 一直到撒玛利亚 都做我的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